35、《文匯報》 高銀碼保潘蘇通展示地產宏圖天津項目規模超中環 2015年7月27日《財經新聞》B01財經頭條香港《文匯報》信 記者曾敏儀天津報導,股價近兩個月由高位跌約80% 今年5月在彭博亞洲富豪榜牌名第四位 異常低調的超級富豪自公司2002年上市以來從未開記者會的高銀地產0283主席潘蘇通 上週六破天荒在天津與香港傳媒見面 澄清天津項目非大白象,指項目總投資約100億美元 發展規模大於香港中環,視作長線投資,更駁斥指 地產股的實力不反映在市盈率上,而在於物業的股值 潘蘇通旗下高銀碼補今年的股價絕對可用大喜大落來形容 兩股幾乎同時由今年3月港股大時代前開始炒起 但其後雙雙跌近八成,兩股市值合共徵發約2830億元 其中,高銀地產3月份由約4元起步,至5月增標高至29.5元 市盈率達百倍,上週五收報7.17元,跌幅達75.69% 市值255.81億元,蒸發余796億元 同時高銀金融05302月中由約11元起步,至5月增高建35.4元 上週五收報6.28元,跌幅達82.26% 市值438.6億元,蒸發2034億元 股價至上富貴大股東不在乎對於高銀地產 有市場人士質疑該公司去年度營業額不過5億元 收入只依靠一項地產項目,不足以支撐近千億元的市值 相信其股價難以回復高位,面對種種評擊 潘蘇通另有一套見解,他罕有地在以天津回見香港傳媒 稱不在乎股票價值,直言股價高指是指上富貴 大股東又不能套現,最緊要天津快地值幾錢 地產股實力反映在物業股值潘收通有指 上市公司的價值不能單看市盈率 地產股有實業,不同科網股 應後有換的股值,為不願透露有關數字 他強調天津項目的潛力,當日選擇發展天津 視看中期交通網絡,高鐵來往北京只需30分鐘 不過,據公司披露,高銀地產的天津旗艦項目 新京津高銀天下,總投資約100億美元 項目總流面約189萬平方米 包括商業中心、豪華住宅、天津環那國際馬球會和國際標準馬球場 賣樓等時機賺幾倍先收貨去年度公司的營業額只有5億元 潘收通稱自己不是一般地產商,其他人力求貨如輪轉 但他不急於賣樓,做生意我好貪,賺幾倍我先收貨 樓市差我就不賣,不認為現在是賣樓時機 因內地經濟疲弱 據悉,住宅項目副國高銀第一期於2013年開售至今 只估出約20%單位,徒然26億元 第二期則未有銷售計劃,做旅遊點津項目非大白象 對外界則宜天津項目為大白象工程 高銀集團副主席李志忠代為黨戰,解釋整個項目規模相等於1.5個香港中環 發展須時,預期於明年底可預期進攻 其中,地標高銀金融117張於下月封頂,調約一年後可入伙 樓高117層,頂樓將城世界最高觀光廳計劃打造成旅遊點 移甲級寫字樓部分言語數間銀行、保險公司及律師事務所合談租務 目標租金為每平方米以百元人民幣,高於市內同等寫字樓約30%至40% 酒店部分亦以把管理權給與例證酒店集團,垂直線 4,8金 再次檢視範 注尊